2个参数 所以1,这个是结果 我需要做什么? 1,先在views里面做这些事情 这个views里面的话意思说 我要define一个view 一段程式 他是做什么? ADD是request request什么呢? 他抓到之后 他发现说 我的后面有两个东西 这个A跟B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名称要跟这个名称是match的 这个名称要跟这个名称是match的 反正这个名称两个是这样 就是你帮我去网址那边get一下 后面有个问号 他有多加了一些东西 帮我get回来 他会自己去对应到什么呢? 把后面等号5 帮你丢到A 把这个6丢到B 应该可以懂整个架构 然后呢 抓到之后的话呢 还是一样 他里面看起来是数字 可是他因为经过网址的关系 所以也是自串 那我们需要怎么? 把它转型之后 相加之后呢 再丢给C 由C帮我把它print的response出来 可以看懂这个架构吧 所以一我先在views做这个动作 所以一我现在 当然我们不要另外开专案了 我们干脆就直接在 上个礼拜的logic里面的views 然后做什么呢? 一先在这边 Define Define一个什么呢? Define一个add add就是相加 然后呢 后面呢 传给我一个request 所以这个request的话 可能就要自己拼出这个request 然后enter一下 抓什么呢? 抓A 比如他带一个参数给我 那怎么去抓到这个呢? 就是从request里面的话 有一个get 把那个request里面的get get它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那个A的部分 这个地方的话把A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 它是中刮弧 表示它get回来可以是一个list 可以是一个串列 那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是中刮弧 你不要打错了 那enter一下的话呢 第二个我要把B抓过来 所以呢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如果上面写完 你可以再多一个B 把那个Bget回来 OK 再来的话呢 把C等于什么呢? INT先把那个字串转成什么? 转成数字之后 加上INT再转型之后那个B 帮我相加之后丢给什么? 丢给C OK 所以相加之后的结果 比如说我5 这个是6 5、6 加起来11 丢给他 那最后的话呢 请你把它return 丢到哪里呢? 丢到那个http 你打一个大写h 然后这边的话呢 把那个C输出 但是因为呢 这个response 里面只能输出自 没有了 输出自串 我印象中 如果 所以如果你要确保这个地方 假设你给它INT会出错的话 因为它转过来 它一定是INT 它如果只能够放自串的话 那你怎么办? 很简单吗? 把它 不过print好像可以放安定 这里可以试一下 看一下我的程式里面有没有 我好像有转型 不过我们把它转一下好了 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如果不转型会不会出错 如果不出错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不转型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 把它丢出去的 意思是说 我A 加B 等于C的结果 帮我丢出来 OK应该可以懂得了 第一个views做完了 存档 第二的话你要做什么 可以work 那怎么可以work 请你再切到UIL 里面的话呢 告诉他说呢 我用哪一个来参考 这个来改好了 ADD 记得一把这个改成ADD 二的话呢 后面要传什么 我要传 一段东西 所以记得 后面的东西呢 请记得 这个地方 把这边加一个 其实 不用传东西啦 只要传一个ADD 那对应到的一样是这个view 是ADD的view 啊 这边有个name name的指是 我那个问号后面那一串东西 所以这个name的名称是固定的 后面这个 这个字串你可以随便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前面name是固定的 一定要叫name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串 把它打上去 这边的话 第一个 它对应到的view是add 所以这边删掉打一个add 那因为它会抓到 在myviews里面有一个add 所以点两下 它会自动呢 帮我把它加进来 在豆点 name 就是它传过来的引数 等于什么呢 我自己编一个名称叫add add 这个后面那一串 反正管它几个参数 它都会放在这个name里面 好那最后把它save了 我们就完成了 view 跟 uil 啊 再来就是try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切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边 输入add 然后呢 记得 斜线 问号 问号是后面要传两个引数 第一个引数是a 等于5 and b 等于6 应该没问题啦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check一下 最好比对一下 反正我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这边都有那个 可以参考的答案 你可以 再看一下有没有打错 OK反正就照着打吧 不要急照 因为差一个字真的差很多 好那我们就把它执行看看 如果正确的话 应该下方会是11 如果不正确的话 没关系 反正它会出现错误讯息 告诉你哪里错 OK 11 有没有 我应该可能 做的 太顺了 就没有错 不过我发现我做 应该都很顺 可是 奇怪切过去 同学就是一定会有错 至于哪里错 我刚有 其实有些地方你们的错 我也有时候 我没有做 那个动作过 所以 也是因为你们告诉我 我才说 原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顺便补充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是方法 一 是利用 我 一样 传递两个 OK 所以以后传两个 的逻辑 基本上 都一样 如果你可以试一下 三个好了 比如说 A加B加C 等于D 或者是 四个五个六个 反正 这个部分 多个参数 的传递方式 这个可以 试试看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的 网站 像那个什么 购物网站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反正那个 像MOMO PC HOME 你看 它上方都会一串 而且 架构跟这个 蛮像的 A等于多少 B等于多少 可能是你的产品名称 你的编号 你的什么价格 它其实都会 秀在上面 UI 中间一定会 M的符号 其实它的观念都差不多 只是说有些 有没有加密 有些没有加密 我们是没有加密 不过有些可能会 用一些加密的方式 让你看不太懂 上面参数穿什么